大家好 為大家來講解這一題 這裡看到有他說 如果p等於2的3次乘以5的2次乘以7 這下列合則是p的倍數 然後我們這裡看到有個倍數 倍數就是要整除 然後要整除就是指數要大於或等於他 然後我們這裡看到2的4次跟2的3次 2的4次比2的大於2的3次 所以2的4次可以整除2的3次 然後在5來除以5的2次 然後也就是5除以25 然後答案是0與5 整除就是余數要0 可是這一題他余數是5 所以這題就不能沒有整除 然後這裡看到7他們都是一次 所以也是等於他 所以a選項不行 再看到b選項 b選項說2的4次 2的4次有大於2的3次 然後再來5可 5就沒有 5的1次就有小於5的2次 所以b選項不行 好我們這裡看到c選項 然後說2的3次有 2的3次等於2的3次 然後乘以3 我們這裡可以在前面補一個 乘以1 然後3除以1 會等於3與0 所以3是可以的 這裡看到5的1次沒有大於2次 5的2次 所以c選項也不行 那我們看諸選項 諸選項 2的3次有他要等於2的3次 而在3的2次 我們這裡可以補上 我們這裡也一下不用乘以1 然後3的2次也就是9 9除以1 也就是9與0 所以3的2次也可以 再看到5的2次 5的2次有等於5的2次 所以5也可以 再看到7 7的1次有等於7的1次 所以諸選項是對的 所以答案是諸 你先來 1次 1次 3次 5次 5次 4次 2次 6次